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中美贸易战呢 在川普明确拒绝 应该讲明确拒绝所谓的贸易谈判的持续 我个人的节目中说 我说其实习近平的生路被堵死了 被堵死了 他的原话就是川普在日本 川普在日本在跟安倍晋三举行记者会的时候 被记者问到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 那当时川普直接说 就现在来讲 他们很想达成协议 他指中共国了 他们很想达成协议 本来呢 协议几乎都达成了 就是就剩下两国元首一见面 把最后这点事一解决 他其实川普一直是这么说的 最后这点事一解决 我们就签了 美国财长在 美国财长在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基本也都是这么讲的 财长讲得很清楚 遵照两国元首 在去年12月1号的 所达成口头协议的指示 我们展开了整个贸易谈判的过程 而这个谈判的过程 经历了日日夜夜 一共逐字逐句进行探讨 写了一百五十页 七个chapter 在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在二月底的时候 几乎达成 到了三四月份 我们已经开始有关商讨 两国元首见面的时间 两国元首见面就是签字 当时就这么说 在这个坑截上 在贸易战第九个月的最后一天 四月三十号 他刘鹤反悔了 口头反悔 大家不欢而散 那是在北京 五月一号晚上 他跟美国贸易代表 就飞回华盛顿 五月二号到了华盛顿 他有时差 五月三号向美国上层 等于向总统副总统汇报 在当时 美国副总统 这个彭斯 就在美国商业电视台发言中 就已经开始抨击了 那是很显然 那是听完汇报的结果 等到星期六 星期五是星期六 后一天 家伙 习近平把改好的电讯文 这个整个原来 他改过的 一百五十页 大概他说改掉了三分之一 给删掉了三分之一 传给了美国贸易代表 美国贸易代表就急了 牛脸就找了川普 找完川普 星期五 星期日 川普就崩了 你从哪个角度说 美国财长是做 是向国会做假证 如果向国会做假证 他蹲大牢 如果他为了这个蹲大牢 没听说过 所以完全是中共背信弃义 习近平完全回归到共产党的生命品质 所以贸易战 他习近平签就是生路 如果他不签 咱就等着汇率是七了 汇率是七了 汇率七我讲过几次 是因为美元上印着 in God we trust 那是神 人民币印的是杀人的鬼 所以是正与邪的较量 哪见过天地间有这种事情 谁见过天地间有这种事情 人人手里都拿着钱 所以拿着人民币的 人人拿着魔鬼 拿着美元的 人人有着神的 因素在其中 你说对还是不对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德国之声 专家警告中国泡沫经济来临 中国泡沫经济来临 有很大的一个说法 就其实是日本 在现在算35年前 差不多吧 35年前 828384 那个时候 日本的经济膨胀 里根在跟日本 在跟苏联打太空战 真正的军事冷战 同时跟日本展开贸易战 把日本进口美国的关税 加征100% 是现在的关税的四倍 就现在川普对中共国的 25%的关税的四倍 当时的川普在做生意 他把里根的做法 崇拜成里根时代的老师 现在的美国贸易代表 是当时的里根年代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副代表 没换人 他们是一群接班人 所以30年后 35年后 把同样东西打在共产党身上 两三年的时间 日本崩溃 倒退20年 到现在没缓过来 所以这里讲的泡沫 就是日本崩溃的再现 贸易战进入的危险阶段 北京再次启动宣传攻势 安抚民心 除了经济官员说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 还要官媒配合写文章 要人民相信共产党跟习主席 越宣传越有狂风暴雨 欲来之事 靠的是叫什么 上甘岭 英雄战歌 来抵抗美帝国主义 27号 川普 中共国希望达成协议 但我们还没准备好 我们现在有数千万 应该是上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这个数字还可以轻松的往上涨 其实他 川普当时讲那话的时候 讲的很简单 他说我坐地 我现在就有收成 我很爽 我一点不发愁 他自信 中国将无法应对这种关税 从而达成协 他原话是说 最终我相信中共国坚持不了 他中国坚持不了 他得跟我达成协议 郭树清27号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金融行业稳健 经得起外部变化的冲击 共产党有一个最高的官 最高的宣传官员 王沪宁 对不对 意思是什么 共产党永远用嘴骗人 他提到说 将数美产品转入内销 扩大美国之外的海外销售的 国家想法都很好 对吧 梦想都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是原来说过一句话 另外的话 很骨感就是什么 骨头 你说是皮包着骨头 是骨头包着顶着皮 没了皮 骨头就散了 没了骨头 皮就完蛋了 意思是什么 中间一点肉都没有 这个人就瘦到这份上 这就是他郭树青的话 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在现在的过程中 扮演了非常蹊跷的角色 马云买了他 然后封杀掉中文 全是英文的 马云是英语老师 然后呢 马云买了他 很显然有习近平的背景 可是他的 他的编地团队 包括他的主编 和他的前任主编 很多人在北京写文章 而这核心的部分 全是曾庆红的势力 所以南华早报的文章 写的非常的诡异 因为你既可以看到 支持习近平 你可以看 同样你可以看到沙塔 给他吓家伙 所以南华早报很特别的 南华早报采访了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院的院长 叫吉野执行 应该是日本人 贸易战之下 中国在处理房地产上 必须格外谨慎 因为已经开始出现 日本时期的泡沫现象 就这么回事了 说了多少年了 人家说说了多少年了 一直没崩 是 可不嘛 你吹肥道炮一直没崩 崩的时候呢 崩完的时候你就回家找骂了 2008年金融危机 中国过去十年不断的推动 抵押贷款 各种信贷 投资增长 做法跟日本当年相像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也正是中国过去时间的膨胀 促成了今天川普在打贸易战的时候 就是把中共国现在的经济 给他挤崩了 这是川普真正的目的 挤崩了 什么都没有了 共产党完蛋了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金融界对房地产的借贷程度 高于日本泡沫经济时 第三 国内生产总值一直高于日本的三倍左右 这都是麻烦 这些全是数 对不对 全是数 在谈数的时候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 你看习近平摊上七的定数 他走的很绝对 他不像经济指数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对吧 马克思辩证为乌论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他手心是肉 手背也是肉 所以所以共产党弄的 我说叫混蛋理论 那不叫混蛋 你要骂他是混蛋理论 你把混蛋给侮辱了 他不叫混蛋 他叫高级动物 但是我们说的定数 非常绝对 他定数为什么非常绝对 定数高过人间的时间 对人就是绝对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决领导 是今天之中国 乱云飞渡 仍从荣之底气所在 我天哪 第一次听说 这个东西会把习近平烧成灰墨 连一点痕迹都不会留的 我们的底气 就凭借他一个人的打嗝放屁 全中国的底气 凭借习近平的打嗝放屁 他得活着呀 你说这 他要不是出问题 那才怪了 所以他只要打嗝 就能把川普熏死 他要放个屁呢 贸易代表就病了 美国贸易代表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